内政部举办的全国108年推动社区治安工作凭借 华联新政府再创夹击获平为甲等 而复离竹田守望相助队呢 是再度荣获一般组的甲等 玉里的启摩守望相助队则是获得成长组的基优 这也是内政部对于华联在社区治安工作上的肯定 现场徐政卫特别南下为他们来贴红榜 华联南区的启摩以及竹田守望相助队 长年投入维护社区治安的工作 守望相助队分队长宋荣华 谭亭昌以及队员都自主自发热心公益 两个分队多年为内政部核定花莲县标杆社区 获得行政院内部办理的 全国108年推动社区治安工作评鉴甲等 不理竹田社区守望相对再度荣获一般组的甲等 玉里的启摩守望相助队则是获得成长组的基优 尤其在晚上我们现在还要在训练 对于地方的安全感谢大家 再一次谢谢大家花莲之光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 县长徐政卫在玉里分局长陈卫文 以及南区守望相助中队长邱玉玲的陪同之下 亲赴玉里启摩社区以及副里竹田社区等两处分队部 颁赠红榜以及制赠水果 未免寻守邪情名利的辛劳 记者高双双富一箱采访报道